公布接受有本土的案例是185名 指揮中心公布新增185例本土个案 以新北市98例最多 其次是台北市42例 基隆14例 桃源10例 其余县市也有一到7例的零星个案 在双北确实这个整体的发展 也朝向一个好的方向来发展 我想这都是这段时间 大家的一个努力 但是仍然不可以 也不要松懈了 但真的不能松懈 看看死亡人数再新增15人 9位男性6位女性 年龄皆在50到90岁之间 其中14位有慢性病史 两个人确诊当天死亡 一人死后才确诊 指揮中心也透露 6月4号是全国专责病房 收治人数最多的时候 总共收了2539人 双北1627人 也是这波疫情收治住院人数最高峰的一天 但从6月4号之后 就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疫情开始到现在 其实都一直有一些 这个所谓北壁南宋 或者是说有分流到 中南部的集中检疫所的这个部分 ICU的重症的人数当中 是有16%是收支在中南部 各项措施也跟着加研 以长城航班的机组员来说 从7月1号开始 如果没有接种疫苗或者接种一剂的人 采7天之家检疫 加7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而接种一剂疫苗满两周 但还没有完整保护力的人 则采5天之家检疫 加9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要严守边境 不让噩梦再度重演 三连宣言资云陈佑荣 台湾报道